怎么看外资的动作 现在最新的外资报告 有没有透露什么的端倪 外资今天卖超78亿 会只是一个卖超的开始吗 其实我觉得外资对台股 相对是看好的 是看好的吗 他们是觉得只要美国大选选完之后 他会拐我们去买 然后把货倒给我们 你每次都把人家想得这么坏 对 资本市场本来就是耳鱼我诈 没错就像我们刚才今天讲了 三星跟那个英特尔就耳鱼我诈 因为他今天确实是卖 虽然卖的不多 所以我说我不怕他们卖 我们不怕外资卖 我们就怕外资甜甜卖 我们怕外资连续卖 我们怕外资越卖越多 没有错 我这样讲说 今天这几天大家有讨论出是 外资出来喊多台股 最高喊到29K 两万九啊 对两万 谁啊 摩根大通 我这边有一个报告 我特别跟大家 这篇报告我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料的 我一个个稍微解释一下 他把台湾的科技股先升平了 那他基于两个理由 你要说台湾很好 讲个第一个是 AI他觉得是继续往上 你看NVIDIA一直创高 那第二个他觉得台股的资金是被流入的 台股的资金是被流入 因为AI很好那台湾的很多就是AI相关科技股 所以这是两个逻辑 那第一个逻辑你看AI 我们讲说第四季就是GB的季度 没什么好说 GB200大概第四季会出10到15万套 那EQ会有40到50万套 GB200大概在明年很快就突破百万套 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再来是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他提到的台湾 他提到台湾人的ETF 非常的强 非常的多 台湾人很爱买ETF 那这些ETF的钱又全部流回进台股 台湾的ETF有多少 2.5兆啦 2.5兆那有其中一兆 是今年加入的 是今年买的 新的 所以从外资来看 他发现台湾人很爱买高值利率的 就是高股息ETF 他把它写在这里面很有趣 今年就增加一兆元 他把它特别写进去 这也是他看好的理由之一 对 就是内资很强 就是内自己的钱很强 一兆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我跟大家对比 像因为钱太多 我们的国安基金阿关财5千亿 所以我们今年小股民自己进来的钱 就两个国安基金这么大 好 那这边报告我跟你说 自己 自己就可以互盘 对 自己就自己 然后跟你讲说这个报告 为什么比较特别是 你看他的写这个报告的人 有印度人 有美国人 有香港人 没有一个是台湾人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客观的 从外资去看台湾的角度 因为作者五个里面 没有一个是台湾人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看他台湾看好的产业 其实就只有tech 就只有科技股是看好的 原物料还是underweight 所以理论上来说 整个报告的结论 就是选后有机会涨 那科技股读好 AI带我飞 这大致结论 那你认同2万9有机会来吗 我觉得先看 先过新高吧 那我特别再讲一下他的论点 他的论点是这样子 这个是蓝色线 是美国AI现在的走势 那台湾的亚洲的AI走势 你看都相对落后 都相对落后 所以台湾有机会 在亚洲里面继续补涨 那我们再看这个图里面 NV线已经在高点附近了 那其他的NV NV下面的并没有这么高 所以整个美国的AI股市 整体来讲是准备创高 但还没有创高 那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的散热目前是最高的 有没有 蓝色是散热 散热是表现最好的 对 但是你看即便表现最好 距离高点还这么一大段 还是有空间 有补涨的空间 那最近 来这个红色 红色是半导体 红色半导体 红色半导体 已经感觉比较快要快要到高点了 对 那最近ABF很强 就星星突然也很强 对 刚刚冠军操盘的时候 云翔就讲了 对没错 你看ABF是灰色 距离前波高点 距离前波高点 还这么远 太低了 所以摩根大通的逻辑 伺服器你漏讲了 来黄色是伺服器 伺服器有广达 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红海 对不对 有广达红海 伺服器的位阶 比较尴尬 对不对 对尴尬 距离高点 他在半身腰 他高点在这里 他高点有距离 但是距离低点也反弹上了一段 对对对 所以他在半身腰 对没错 所以整个来讲 所以这些族群 你看好谁呢 其实我觉得 是要追强的 还是买落后的 我觉得散热 我觉得散热 还是一个明年 最强的 对 还是一个相对的趋势 还蛮明确的 看不出来你是 胆子这么大的 对要取蔡依林跟林志玲 好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 刚刚既然谈到了 外资报告 两万九 选后两万九 外资乐观期待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这份报告 讲了很多的理由 其实也蛮具体的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 我们回到大盘 我们来投一下大盘的票 来 大盘的瑞克星的位置 现在在23334 选后真的有机会 往上挑战两万九吗 各位怎么看 请举牌 怎么大家都这么没有胆 两票圈 四票差 蔡总 要涨20% 今年已经涨3 4% 所以选后还要再涨20% 我觉得明年可能涨20% 但是明年要涨20%以前 可能要修正一段 这个就变数 会先蹲再跳 超新呢 我的看法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如果选前先涨 选后应该会先回挡一阵子 所以跟蔡总的看法一样 要先蹲一下 对 我觉得我先回挡 毕竟川普呢 刚刚我问你要不要调节 你又叫他不要调节 那不是有矛盾吗 再选前不用调节 现在就做多做到选举前 现在是10月20几号 还有机会 11月5号在卖 对 11月5号之前在卖 现在要赶快趁机做多 11月4号 11月4号在卖 现在要趁机做多 一路做多到11月4号 但是我们有举圈了 冠军操办手 因为台积电刚讲 1500就有了 台积电1500就涨4000点以上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一年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往后看比较正常一些 谢谢了